那是在地新聞 繼續來看中華的元寧 有一個看夜景的 閉閉的景點 合作風港冰台 在日式休息來 有兩個路主 在同一個地點 載下去三國 剛才兩個人都想了 不太嚴重 但是同一個地點 怎麼會少年 所發生的對國的意外呢 理長說因為這個冰台的 讓我們知道 太多了 你們剛剛幹嘛 沒有 我們就在這裡看業績 怎麼下去了 那他就有一點一杯酒 然後就要做這樣子 來來來來 先喝的宵宵 放在山高底 譬如很中急 冠軍 京少人員 來到山高 反正說他又在人 來 現在哪邊不舒服的 脖子會不會痛 現在哪邊最痛 我要站起來嗎 可以 可以喔 京少人員用釣車把它釣起來 以外地點是在中華 元寧 收夜景的北京 叫風港平台 請多好 今年一天 早上六點多 也有一個四天的宵宵 報錄 現在兩個中心的人都沒什麼要緊 不過二十四休息來發生兩天意外 環境本來就暫時扭風車山 白天晚上都有 都有 這個護欄會不會做得太低了 今天是低了一點 還有那個燈好像也不太亮 這在原來北京山頂 再去有很多白山的民眾來在休息 暗時就有人來這裡太陽景 用不著樓頂過鐘 南竿的感度差不多到休而已 在地人人說這樣不安全 太多嘛 你只要幾公分 一百 這樣喔 一雞就一百而已 這個為了 百通起來 差不多先蓬這裡 南竿太多又沒有樓頂 如果擔心太多 可能發生異果 公司在會蓬後 也叫他要改善 後面將在安鑽下陷上美金